一輛輛車跌入坑裡直接疊在一起 無助打著雙黃燈 另一輛大貨車車身則一半在坑外 一半在坑內 驚險畫面發生在中國 內蒙古烏覽查布市 一條高速公路突然在25號晚間坍塌 導致多輛車閃避不及 跌入受困 這個大坑洞長達數公尺 最終導致三人死亡 四人情重傷 無數網友憤怒留言 懷疑工程品質可能被偷工剪料 喊話要官方給個交代 甚至也有當地民眾表示 這條道路早就不是第一次有坍塌狀況 高速公路坍塌造成的危害 絕不是一般市政道路可比的 2016年全線貫通 使用年限並不長 那再有就是高速的建設標準都很高 那為什麼又會出現高速坍塌呢 也有居民說自己前不久 才經過同一條路段 行有餘悸 究竟是什麼原因 奪走三條寶貴人命 無數中國民眾都在等著調查出爐 散新聞 尤海宣報道